北京当局推出可能是几十年来最大胆政策行动 采取了一系列的宽松措施 彭博社报道 中国大陆30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将和日本30年公债出现交叉 中国经济的前景暗淡 中国长期的殖利率持续跌到新低 出现了过去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多项讯号 包含了房地产行业低迷 资产负债表调整问题等现象 报道还引述了INGBank的看法 认为中国最新的刺激方案 仍然不足以阻止债券需求和殖利率下降的趋势 中国的殖利率未来有可能会低于日本